另外在光复乡 光复乡长林清水这两天 也带着乡公所准备的文具、礼品、糖果 以及麦当劳的餐券 逐一发送给乡内六所小学和乡历幼儿园 一共576位的学童 祝福也勉励他们能够勤奋的向学 受到各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感谢 他过了一张张和全校师生大合照 光复乡长林清水这一两天 带着儿童节礼品餐盒及麦当劳餐券 逐一发送给乡内六所小学 以及乡历幼儿园的学童 受到了各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与感谢 在发送过程中 乡长林清水也不忘和学童们寒暄关爱互动热络 4月4号儿童节也为清明连续假期 乡长也提前发送给全乡六所小学 几乡立幼儿园 总共576位的学童每人一份儿童节礼物 祝福也勉励他们都能勤奋上学 总共贯乡的可以领到礼物的只有576个而已 所以真的很少 然后就是我们未来的竹林翁 我们希望他们要学好 也要做好 除了知识以外 为人主事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些小朋友我们对他期望 毕竟这些小朋友 以后是我们国家竹林翁 就是以后要养我们这辈子的人 祝他们儿童节快乐 光芒香嫂子化冲击也意味着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乡长林清水表示 这576位的学童 就是光复向未来的主人翁 其勉学童在知识学习之外 品格养成也更重要 也祝福每位学童快乐 学习平安长大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